你知道日本独居单身女人的生活过得有多苦逼吗 30岁的小田从读书到不入社会直到现在都没谈过恋爱 辛苦奋斗十来年 月入11万日元只能住在不到7平米的出租屋 跟大多数人一样 小田做着朝九晚五的工作 帮忙的工作也让她根本没有时间社交 不仅从未谈过恋爱 甚至就连倾诉的朋友都找不到一个 每到周末小田都会宅在家里哪也不去 虽然孤独但也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 更何况没有社交还能让她省下不少开支 今天小田也准备向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小屋 以及每个月收入和开支状况 也可以最直观的让大家了解一下 最真实的日本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到底有多大 这个7平米的小房子 每个月25000日元房租 和传统的日式房屋一样 进门就是换鞋的玄关 一旁就是鞋柜空间有点小 不过好在小田也没几双鞋 所以不用担心 门把手也可以挂几只包包来节省空间 鞋柜上摆放的是一些袜子和女生的一些私人用品 紧挨着的一旁就是洗菜池 因为空间实在是太小 所以要合理的利用 案板平时就会挂在水龙头上面 用的时候就直接取下来放在洗菜池里 一个抽油烟机 一个电磁炉就算一个小厨房 不过这个抽油烟机的装饰作用更大 只能做一些简单的食物 下面的柜子里放着的是锅碗瓢盆和各种调味品 当然还有一些必备品是不能给大家看到的 厨房的一旁就是一个小冰箱 上面刚好可以放下一台微波炉 冰箱里放的都是最便宜的食材 还有很多吃剩的东西不舍得丢 厨房的对面就是卫生间了 打开门马桶映入眼帘 这么小的空间竟然还有个镶嵌式的浴缸 还是不错的 对于不到一米六的小田来说 这样的卫生间足够宽敞 卫生间的旁边是一个陷入式衣柜 储物空间还不错 现在看到的既是客厅也是卧室 日本人习惯睡在地上 所以就连床都省了 这就是小屋的全部面貌 站在这里会有一种无从下角的感觉 当然最关键是这个窗帘 是个摆设屋子里根本没有窗户 这也是两万五千日元能找到的最好的房子了 说实话这种没有窗户 又狭小的环境里待上一段时间 绝对会让人觉得无比压抑 日本年轻人的压力异常大 相对而言很多普通人的工资并没有那么高 而寸土寸金的土地和高昂的物价 同样压得许多年轻人喘不过气来 曾经的小田和多数人一样 立志要在繁华的城市中打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最后也一样被生活磨平了棱角 只求能够安安稳稳平安健康 小田也仔细地算了笔账 自己目前一个月税后收入大约11万日元 固定的房租是两万五千日元 水电燃气加起来每个月也要一万左右 花费大概四千 保险是两千块左右 当然这些都是固定支出的费用 还有伙食费通勤费 作为女人化妆品衣服包包这些也少不了 即使每个月不买衣服包包 大概也需要七万多日元的支出 所以她每个月最多也就能够攒下 四万日元折合人民币不到两千块 一年下来也就两万的存款 即使再努力工作到退休也买不起房子 对于这一切小田也慢慢看开了 现在对她来说 开心和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如果可以她也非常渴望 能够找到一个真心相待的另一半 就算遇到渣男也无所谓 虽然自己没有钱 但还能片片感情